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讲《现观庄严论》的第八品 也就是说是最后一品 这一品当中讲法身 实际上前面讲道之 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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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道之 机之 善之 讲了四种加行 再讲了最后的果位是法身 我们知道刚开始 从发心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佛果 其实《现观庄严论》已经讲到了 整个从因地到最后的果位之间的 所有的过程 怎么样发心 要发心的目标是什么 在善之当中已经讲了 这样的发心在实际当中是怎么做呢 就是在四加行当中讲了 最后现前最究竟的果位 刚才那个刹那加行和前面的定加行 最后到了真正最高的果位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这里也已经讲了 所以说它是非常有次第心的 华智仁波切的《现观传论》 次第修法当中 也已经明确地讲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呢 《现观传论》要 其实里面有很多 需要值得分析的问题 比如说发菩提心 它的一些不同观点 还有心和心所的问题 智慧与行事之间的差别 三生不同的各种观点等等 有很多 怎么了 可以啊 今天我们讲的第八品 讲的光说 前面所讲的果 在前面讲的法神品 就是讲的法神品 实际上是有四种法来表示它 法神有 法神 宝神 化神 还有本性神 我们前面讲 讲了七十亿的时候 有这样的内容 今天讲这个 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法神界它的功德 还有宝生和它的相好 还有行为 它整理行为 化神 还有它的事业 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意思就是说 《现观传论》的论义当中 它是讲三生 在其他的有些论典当中 讲五生 有现前菩提神 不动金刚神 法八法三生 也有这样的 还有讲的四生 讲的四生 本性神和智慧神 化神和宝神 也这样讲 讲四生也有 讲五生也有 讲三生也有 《现观传论论》的自宗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所学的内容当中 讲的三生 这个三生首先讲法神 讲的时候 讲讲法神的三个特点 还有广说法神的功德 最后讲他的说明功德 人云之城 就这么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今天我们尽量把这个 《现观传论》一般是讲 最后一品的话 可能没有很多宗派的意义 这是讲一些法神的 摄身方面的功德和法神方面的功德 但这些功德在其他的 《现观庄养论》 《大圆满信心修习》 包括弥勒菩萨的其他的 《经庄养论》 以及《毗菩萨论》 还有《瑜伽实地论》 这些当中 不同方式都已经讲过 所以说我们平时 在学《现观传论》的时候 有些大德没有很多的正义和讲义 可能到了这个时候 不会很广 今天第一个颂词当中 能认自信身 得诸无罗法 一切种清净 彼则行为相 他这里 能认佛陀的自信身 下面所讲到的 一个是清净的身体 二种也可以说前面的从功德方面 具足无漏的功德 断除方面 一切的课程全部断除了 还有现前自己本来的面目 自信清净的 具足这三个功德的身 叫做自信身 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做智慧身 但是在颂词当中 明显出来的 他并没有说法身 他说的是自信身 其实自信身 也就是说 他清净的本体方面 讲自信身的 他这里的自信身 得诸无罗的功德 因为他这里讲到自信身 实际上他具足三种特点 三种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法身自信身是一种利息果 什么叫利息果呢 我前面好像有一次课堂当中 也稍微提过了一下 我们最后在佛果的时候 很多功德都现前 但是功德的显现 有些是本来具有的 只不过是没有明显而言 离开了外面这些障碍的时候 自然现前的这种果 这叫做利息果 也就是说法身的这些果 大多数的智子们认为 它是一种本来存在的方式 本来存在的 并不是能以所以的 这种依靠无常的因果观性而产生的 不是这样的 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果 还有一个我们前面讲的是 异熟果 异熟果的话 通过我们的乌云 福德资粮而现前的 以前是没有的 后来通过积累资粮而形成的 这个叫做异熟果 异熟果 那么这样的自信果分为什么样呢 分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真的智慧法身 它可以分为真的智慧法身 真的智慧法身实际上是通过出世间的智慧 断除了一切的障碍 先前下面所讲的二十一种无漏法 他这里得住无漏法 我们下面会讲二十一种无漏法 如果你光说 里面所有的这些分类 加上起来应该是一百四十四种类吧 具体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果法的功德 这是可以怎么讲 它本来都是具足的 在《狮子弦论师》的一些论典当中 也是说过 它是非为所作 不是有违法 它是一种无违法行事的方式存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在断德方面 离开了一切的课程 什么样的课程呢 烦恼症和所知症 一切的细微的习气 一切的这些课程都已经得以清净了 这叫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客乘清净身吧 我们经常也讲 具足二经的话 一个是客乘清净的 一个是自行清净的 有两种 我们经常讲两种心吧 我们这个中心也是 其实有具足两种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一切的这些烦恼症和所知症的 这些种类全部都断除了 所以它的本性相是清净的 这是第二个特点 那么第三个特点 自己本具的 也就是说 刚才前面的断德 实际上是道地已经究竟的话 它可以叫做客乘的智慧身 前面断德的智慧身 然后我们的灭地 到了最究竟的时候 实际上是本体自行清净的特点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具功德 所有的这些实相 实际上本来都是 人与自成的方式来具足 这叫做彼此自行为相 这就是法身的相 也就是说 本身身的清净相 因为具足了这样的功德 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法身 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讲到了 其实法身属于三层当中 但是因为它的翻体不同 它这里分为 一个是断圆满的教度分的 一个是得圆满的教度分的 还有一个是自行清净的教度 不同的翻体可以分为这样的 所以我们根据一些 解脱部论师的观点来讲 它是三层当中的法身 可以这样的 很多智者认为他就是 弥勒菩萨最究竟的观点 而四字弦论师他认为 实际上是我们的法身 其实他通过四身来表示 最后间接说明法身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按照解脱部论师的观点 本论当中直接宣讲了法身 而四字弦论师的观点 他本论当中已经讲了四身 四身的话我们前面的颂词实际上也是 他这里讲了本性身和智慧身 然后下面会讲宝身和化身 通过四身的方式来 最后间接说明法身 他在观点上稍微有所不同 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这里无漏法 刚才我们讲了利息的功德 这个实际上是按照 宝心论的观点来建立 这种利息的功德并不是 我刚才也讲了 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 不是依靠因缘而安立的 而且我们要建立的时候 我们的量有共同的量和不共的量 共同的量叫做观现实量 因明当中跟人们的思维 非常适应的一种量 还有一个不共的量 我们经常讲的是净渐量 在净渐量面前 实际上是法身可以成立的 而我们共同的量 也就是说 限量和弊量面前 这个是很难安立的 因此在《大经大论》当中 一般来讲 分了一些实相和现象 在现象当中 我们以分别念来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法身很难以成立的 如果我们有了一些净渐量和 我们有了一些特殊的智慧的时候 那编织法身的道理非常容易 因此可能很多的一些境界 就像盲人摸大象一样 我们可能大概会估计 依靠一些论典来抉择 但实际上不一定找到 因此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智慧之前 自己具足一种信心 具足什么样的信心呢 我们都会想 这个法身最后会现前的 但这些法身的功德 实际上我们会想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 我们依靠一种能力锁力来观察 有一定的困难 当然观现实量的角度来讲 法身能不能成立呢 实际上是能长内 因此从这个因果来推测的时候 相当于是我们因明当中讲的 《诗量论》当中讲的话 佛陀的智慧也是通过一种 无常的因果法来建立的 但是这个是大乘最究竟的 宝心论和密宗里面的 一些道理来讲的话 实际上佛陀的法身 他是一种离习国 他的智慧是离习国 并不是完全我们世间的 因果的关系来安立的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 麦彭仁波切也是 在其他的一些论典当中讲 我们对高僧的一些 出世的 包括一些法身的功德 出世间的一些功德 我们以观现实量的 分别量来建立的话 你可以建立 但是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我们的工具有限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 特别高维度的医学也好 或者说一些实验的话 我们简单的一个工具来观察的时候 它就没办法测度 没办法测射 这一点世间当中也是有的 因此像佛陀的这些法身 非常微妙的一种功德 而我们的眼耳鼻舌 包括我们的分别念 它是特别出现的一个智慧 那这个智慧来真正跟上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很多人不要认为 我读了大学 我读了本科生 我读了博士生 我应该不懂的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不懂的 所以我昨天开玩笑 有些人专门研究 就是当博士也是研究 医学 基因 或者药物 每个人研究的范围 非常非常狭窄 可以说它只是一个 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当中 我们所研究的只是一点的 我们以这个知识 智慧来衡量 这样的深深意义 有相当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也不能没有自信 但也不要太自信傲慢了 否则我们会失去了 寻找真理的机会 下面广说法生的功德 众的功德和别的功德 分两个方面 下面这些功德 我看很多其他的论典当中也是讲过 我在这里有必要的时候 稍微提一下 没有必要的话 你们自己有兴趣 下来可以看 这个法生 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具足功德 这种功德不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 包括资粮道和嘉行道当中 所讲的时候那样的 具有分别念 具有一些执著 不是这样的 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无陆的部分 功德是存在的 无陆部分的功德存在的 而有陆部分的 包括我们讲的 比如说四年初 四诊断当中执著的部分 需要舍弃的部分 都没有了 所以他这里为什么要讲 法生的利息功德呢 这个一定要知道 以后别人问 法生是什么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说 按照《相关庄文论》里面讲的 具有二十一种无陆的本性生 就是法生 我们应该对专业的有些知识 道理的话 一定要用精确的语言来回答也好 自己理解也好 那他这里总共德是什么呢 顺菩提分法 无量极解脱 九次第等之 十遍除自体 下面讲二十一种无陆法 他这里比如说三十七道品 这里只是一个法 二十一个无陆法当中 只是用一个法来代表 因为我刚才讲了 如果分析全部加的话 大概记得一百四十四 或者一百四十六 但这些讲义 我们在五巴佛佛的讲义当中 切得比较劣 但是我记得 彭仁波切的诸书当中 每一个都讲的一点广 因此你们最好今天的课 还是要参考一下其他的一些讲义 三十七道菩提分 虽然他有大乘和小乘的观点 都不同的 如果以五道来衡量的话 好像记得我在讲《俱世论》的时候讲过吧 小乘的 比如说四念咒是资粮道 中间的四正端和四身咒 五里五根是加行道 菩提起觉知是修道的时候 把正道见到的时候 好像里面的整个次第 有一些不像跟大乘相一样 大乘我们在善修习 还有在其他的论典当中都已经讲过了 包括他的一些 比如说前面的四念咒和四正端 还有四身咒在资粮道的时候 五根五里加行道的时候 七觉知是见道的时候 菩提正道在修道的时候 这是三十七道品 每一个道理 在其他论文当中也是有 然后讲到四无量 刚才这个四无量 四无量行 资无量和悲无量 还有细无量和舍无量 这个也是在如果讲一些 它的究竟和缘处的话 像《正义阿含经》 《毕婆萨论》 《俱世论》当中都有 大乘相关的一些经论 《经状论》当中都讲了 这是第二个四无量行 刚才 第三个《二十一种无漏法》里面 讲的是解脱 他这里解脱 讲八解脱 那么八解脱 由内有色观外色解脱 还有内无色观外色解脱 金色解脱等等 其实这些是禅定的一种修法 比如说内有色观 从内心当中观一些色 然后观一些什么样的色呢 就是为了断除贪欲 外面的色法 色相的话 最后灌到红的 赤的 有九种不好的颜色 腐烂等等 最后断除贪欲 它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 慢慢慢慢腐烂 就是这样的 内无色观的话 最后为了原来它 比如说外面本来像是 很好看的东西 你就变成了特别臭恶的东西 为了能不能把这样的修行 更加稳固的话 外面的色 最后外面的色 变成不清净 所有的这些不清净 最后打破了前面的这些观点 全是清净的 尽色解脱 这是对人体的一些百股观和 不净观方面的一些解脱的修法 这叫做八种解脱 我们在其他修行当中读 南传佛教里面也是讲得比较多的 还有食物变出解脱 空物变出解脱 无所有解脱 还有非非相处解脱 灭尽解脱 这些都是观禅定的 一切都是变成行事 一切都是变成虚空 一切都是变成 也不是有的 也不是物的 像这样无色解的这些禅定 所有的香和树全部灭尽 灭尽定的解脱 通过这样的修行 这个相当于我们修禅定的时候 相当于它是一种加行一样的 因为我们刚开始对外面的 欲界当中的色特别执著的时候 通过这种方式来断除贪欲 这是在因地的时候有这样的 当然在这里讲 二十一种无漏法的时候 这些都已经到了究竟的一种智慧 他不可能佛陀的时候 还要观这些 没有的 但是他已经到圆满 无漏的部分 他这里把解脱 然后过了以后 讲坚持安住的九种等次 这个是我们平时讲的 一禅的禅定 二禅的禅定 三禅 四禅 再加上四五色戒的禅定 在这个上面加上灭尽定 总共有九种等次 这个也是在其他论典当中讲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过了以后 叫十边处 十边处就是 大地 地大边处 水大边处 火大边处 还有风大边处 这是地水火风四大吧 地水火风四大它是一种修行吧 因为原来我们把解脱的时候禅定 不生起 但是它是一种不分的 我不分人的身体 光为这样的 但现在这个不仅仅是不分的 整个世界通过一种禅定 全部都是观成本来是一块小小的地 然后慢慢慢慢变大 变成特别大的地 覆盖整个世界 或者慢慢慢慢 一滴水变成大海 整个世界变成海 原来不是汉地有一个和尚修禅 然后他的禅房里面全是水 一个小和尚过来一看 他害怕了 他就故意扔一个石头 当时上师出顶的时候 告诉他 我等会儿你把石头也拿出去等等 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吧 其实它是一种边处的禅定吧 还有火大 火遍满这个世界 或者自己的身上可以产生火焰等等 还有变成风 风变满 通过他的修行禅定力 周围变成狂风等等 还有通过这些在颜色 青色和黄色 赤色还有白色 各种不同的颜色 变满这个世界 还有空无边处和食物边处 刚才讲的一切都是变成虚空 一切都是变成了一种形式的幻现 这个获得周边的一种禅定的能力 原来是我们的部分禅定 再进行扩大的意思 这是前面颂词当中讲的 已经讲了五个无漏法 那么下面说颂词当中 最为殊胜处 差别有八种 无证欲 缘知 神通无碍皆 那么这个下面讲的 最为胜处的差别有八种 指的是八种胜处 八种胜处 它是依靠心色有四种胜处 依靠现色有四种胜处 也是跟这个差不多的 前面的 通过一种内在的禅定力修行 有执著和观想 然后观外面大的舍法 或者小的舍法 少的舍法 这些全部都是通过内在的 有相的禅定 把它们押服了 胜过它们了 还有一种叫做无内舍的 观外舍也少胜处 还有多胜处 有两种 那这个内在的色相没有了 没有内在的色相 但是它无色相的禅定力量 外面多的舍法和 还少的舍法全部押服 全部胜过了 这是内在的心的一种威力 这个其实是它的最后一个结果 它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我们前面的八种解脱 针对某个对方生贪爱 对着它 把它观为清净 然后到遍处的时候 这种禅定的力量遍于一切世界 然后到了身处的时候 实际上这种禅定 完全是依靠一种自在 以心的力量 有色相也是可以押服的 无色相也可以押服的 外面的多和少 全部都通过一种禅定的力量押服 这样的话 对外在的色法多也好 少也好 好也好 坏也好 我们就不去执着 是这样的 只是对形色方面的四种 还有现色方面 现色方面也是跟前面一样的 就是以内五色 观外面的五色相 外面观青色 还有黄色 还有车色 还有白色 这些所有的颜色都超过 前面色光相 一切都是变成一种颜色 那么现在我们的心识 已经胜过它 这种禅定把 如果我心识没有的话 没有的境界超越它们 如果有的话 有相的境界超越它们 这样的时候 心得到一定的能力 功能 这是禅定当中的一种修法 具体的修法 在相关的论典当中都有 所以说 这叫做八种胜处 下面颂词当中讲的五证 在讲义里面讲 五扎 五燃灯尺 我们下面还会讲的 意思就是说 愿别人的相续 看别人心的相续 我们能护持它 不让胜饭了 像佛陀有这个能力 佛陀到哪里去的话 不会让别人生嗔恨心 生贪心 生其他的费力作业 一般凡夫人 他可能愿别人相续的时候 很有可能产生其他的烦恼 所以这叫做无燃灯尺 佛陀的时候具有这个功德 也叫做无证灯尺 还有愿执灯尺 愿执灯尺的话 下面也会讲的 一般声闻 愿觉 他们根本不知道的 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无法回答的问题 佛陀无所不知 因为他很早以前通过他的发愿力 能了知一切前世后世的 我们经常在《百业经》里面讲到有些阿罗汉 不知道阿罗汉前世的问题 或者什么问题 但是佛陀完全能回答 这叫做愿执的无罗法 还有六种神通 圣经通 天眼通 天耳通 还有寿命通 踏心通 路经通 六种神通 四无哀戒 义无哀戒 次无哀戒 法无哀戒 辩无哀戒 我们《戒义会见》 其他论典当中这些都讲了 所以我不知你广说 在佛陀的法善清净 利息功德出现的时候 有四一切清净 也就是说 这个是什么呢 生净 愿净 心净 还有执净 身体清净之后 身体可以幻化成 为了利益众生 幻化多少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是生清净 然后愿净的话 他所愿 一切的他想做什么 所愿变成什么样的话 都可以的 心清净的话 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心可以出现 众多的萨媚定等等 智慧精净能通达一切万法 无有任何阻碍 所以说他身体 愿 还有心清净 四种自在 其实这些是在智慈入门当中 讲得比较清楚的 讲四种自在 命自在 寿命自在的话 什么时候来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很多人 都是没有寿命自在 想死也上不了 活也活不了 有些人特别痛苦 都是很想死 但是也没办法 死也不是那么容易 有些得了癌症 这些人都很想活下去 但是也没有办法 寿命没有自在的 高僧大德有些 也有可能这种等持 但佛陀有必要的时候 他会获得自在 所以叫做是命自在 心自在的话就是说 心入定也好 出定也好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所缘 都完全有自在 我们没有自在 一会儿想入定好好地修行 一会儿又不行了 自己也特别痛苦 有些人经常这样的 自具自在 自具自在的话 什么样的自具需要都可以出现 需要钱也好 需要物质也好 有些大城市里面的人也买不到房子 很痛苦的 善地修行人也买不到房子很多 我们现在学院 尤其是女众这边 还是经常房子买不到 我那天看到很多人可能看综合楼这边也是 冬天一直解决的话 有点困难 你们相关人员看一下原来护平医院 如果冬天一般用的不多看能不能通出一部分 这里实在没有房子的个别女众在那里 各个班统计一下 安排 完全要安排和解决她们的住处确实也有点困难的 但是有个别人确实也没有钱 也没有房子 冬天来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也有一定修行上的障碍 买的话也买不起 买的也没有 这样想离开的话法业殊胜 不愿意 这种情况下看你们各个班的 不要法师们自己好像有了房子 什么都不管 其实我们现在人太多了 以前我们还是对这些道友的房子 我这里很多人 包括一些炒皮房 原来有个叫做礼貌站 有一种也是修房子的材料 用这个的话 跟男宗这边也是 我亲自去修过很多房子 女宗这边也亲自去 当时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经常找一些喇嘛和舅母来跟他们修炒皮房 所以法师也不是 亲自你们去的话有一定困难 但是你们也应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人 按理来讲 上师的法相对弟子还是要关心 但是弟子们也不要认为 啊 那你给我穿法 你给我修房子 看不是已经说了吗 你现在为什么还不给我修一个房子 你们也不要太那个 但是法师也确实需要 你们现在一个半那样的人的时候 我也人比较少的时候 我也还是能关心每一个人 但后来人太多了 死太多了 所以不要说关心你们 我有时候吃饭都是没办法在这里完成 因此我是没有自具自在 你们很多时候有自具自在 什么样的财富要想得到的话一下子就马上得到 这叫做自具自在 但是有些人因为没有自具自在 所以很痛苦 尤其是城市里面的人也是每天都特别特别 然后业自在 业自在的话 我们现在是随业转的 但是得到这种成就之后 白业 黑业 包括后事业和下事业 这些业它可以有能力 虽然说佛也不可转业 但实际上业力获得自在的时候 也是不像现在凡夫一样 随业转的 而佛陀在显现上 他也受因果报应 但实际上他已经通达了业的本性的时候 不被束缚 殊胜自在不管是转到三界当中的那一界 都可以有自由自在的 你想当旁生也可以 想当人也可以 想当男人也可以 女人也可以 怎么样转生都可以 戒自在 戒自在的话 实际上他所化众生有什么样的 心结和意乐信心 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埋怨 或者有一些 应该可能这样解释的吧 但我忘了一些 智者入门当中这些都有 好像其他里面也有吧 不知道那些里面 《金箍庄严论》里面也有吧 愿自在 所发的愿 比如说《普贤行愿品》里面 所讲的十万大愿 都一一可以如愿一场的 神通力自在 上面的六种神通力都可以自在 发自在 讲什么法都可以 我们有些人 俱舍讲的话我还可以 我可以讲俱舍 但是一命讲的话不自在 我没有权力 我先量必量搞不懂 所以我还是讲修行 我还是讲其他法吧 我还是讲中观吧 所以我们不是发自在 像发自在的话 三藏十二部论 显宗密宗 什么法都是了如智障 什么法都可以讲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四种自在都得到都很好的 这是真正的财富 看大家怎么样好 智自在 智慧自在通达一切万法的 如说有之和经说有之都自在 然后《诗理如中论》当中也讲了 我这里不光说吧 只处非处之力 了知 比如说 善当中能产生快乐 恶当中产生痛苦 善当中产生痛苦非力的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佛陀智慧知道 比如说 药吃的话 对病有好处 所以虽然有些人反对 但是暂时来讲还是有好处 像佛陀知道 这个药有这个能力 而毒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叫做除和非除 至业报之力 我们业各种各样的 你杀生得什么样的果报 偷盗得什么样的果报呢 这种业报只有佛陀知道 而细微的业力 声闻言觉也不知道 还有种种戒之 我们众生的戒之也是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 他的智力都是不同的 这个也是佛陀知道的 种种知 种种戒中心 我们人的根机 人的戒性都不同的 他的质量都不同的 有些很聪明 有些人怎么样也是比较笨 有些人对世间法很聪明 有些人对出世间法很聪明 这些戒性还要知根 根当中有些是裂根 有些是钝根等等 知变去心 做什么样的业呢 转生到六道当中的哪一个去啊 这些佛陀知道的 知精于解脱等持等之力 前面讲的这些功德和因缘都知道 知受诸水炼之力 受识的这些因缘 知生死之力和知路经之力 这些都其他论典当中有详细解释 你们再看看 好吧 这叫做四种势力 然后四种无畏 说正等觉无畏 我获得了无上圆满正等觉的话 在别人面前没有什么恐惧 佛陀的证悟没有什么恐惧 我们说证悟有点害怕 大王爷 我没有证悟 我没有证悟 有害怕 而佛陀所证悟在众人面前 怎么样宣讲也是不害怕的 露经 所有的有漏法都永远尽了 所有的障碍都没有的话 佛陀在任何场合当中都可以说 没有恐惧的 我们说我今天证悟了 我今天没有烦恼痛苦的话 就不敢说了 明天可能我会发脾气 那个时候不好意思 我干脆不说吧 有些人都是想我可能证悟了 证悟了 但是他又不敢说 如果真的证悟的话 很多连论典的背诵那么费劲 别人会害怕说 所以以后有些人说他已经开悟了 考一下信心的本体怎么样 让他证悟了 发心的时候 肯定开智慧的时候自然流露的 肯定很多法都是自然流露的 考一考 然后还有四五位地面 还有什么 最后说障法无畏 我们修法和解脱有哪些障碍 佛陀完全都可以说 这是障碍 这是所知障 这是烦恼障 这是什么什么的障碍 说障碍也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能障碍也不一定能说出来 比如说你修行当中 我修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我们就想半天 我看你不要动跑 戏跑吧 这是你可能看起来 你的最大的障碍 你不要吃得太多了 不然这也是可能你修行的障碍 你不要睡得太多了 像我的话 有些人问我的时候 我全是顾忌 看这个人的张相 看这个人的心态 再加上我第一个分别念是什么样 原来有法王在的时候经常开玩笑 说别人问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分别念就是说神通 给他回答了 别人不知道 第一个分别念 我应该是这样 其实这是说的 有的时候准 我们说障碍也是只有这种方式 路道当中所处理 佛陀就无有畏惧的 这叫做四五位 还有三种不护 因为佛陀所有善业的障碍和度 全部都已经小尽了 这样身体不护 身体不需要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当中要注意 假装 不需要这样的 而声闻缘觉有时候也是 因为前世的习气有时候跑 喊 也有这种现象 以前他当猴子的时候经常 我们有些出家人也是 虽然出家人 但是因为以前前世的原因 或者今世当中特别习气的原因吧 比如说有些出家人在走路的时候 也是听到一些流行歌曲的时候 在驾骂下的身体也动一动 这也是一种不是前世的 今世当中的有些习气 但是佛陀本来这些流度都没有了 所以说不会有的 语言不和 佛陀的语言不需要 我们很多人怕得罪别人 怕说错 有些在胸口写一个特别大的智语 这说明还要护持语言 不然的话 我们说话过程当中害怕造业 但是佛陀就不需要 胸上挂一个智语 就不需要的 即使他怎么说的话 说的这些语言 全是对众生有利的 什么样的语言都是非常对众生有利的 义不护 义也不用护持 我们经常要护持心 不然贪嗔痴 各种烦恼分别念 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无意义 但是佛陀早就断除了这样的 所以不会有这些散户 就这样的 然后下面讲到什么 好 这些我今天可能讲的没有特别清楚 但是你们最好 把有些讲译看看吧 下面讲的 下面第十六个五罗法叫三种念咒 三种念咒像佛陀对恭敬听法者也没有什么喜欢他的 像我们凡夫人的话 可能一个人特别恭敬地听 每次都是 好像每一节课他从来没有缺过 非常认真来的话 这个人还是听法的精神很不错的 应该喜欢 赞叹 你还不错啊 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 一节课也没有缺过 而且你听的时候特别专注 有时候用笔来记 也没有打瞌睡 也没有说话 非常专注的一种微小的颜色 一直定制 那这种听法应该很不错的 讲法者心里也是很高兴 但佛陀一般都是获得了同等的境界 所以对听法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态度 也没有不恭敬听法 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有些是 我听说有一个人说 他对他的上师是一个藏传佛教的 他说他在那里待很多年 有一件事情他感动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上师是很了不起 我说为什么 他说有一次上师传密法的时候 因为一些地界的问题 正在传密法的时候 下面的汉族弟子和藏族弟子 为了房子的事情开始打起来了 开始炒起来了 但是上师好像是对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是不是你们心里有点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 到外面去慢慢老 哦 他不断地传 这件事情他都特别感动 因此从此之后一直 因为这句话的原因一直拿上师 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讲的 这也是可能确实对 一般的一些人 你在闻法的过程当中 你不好好听 不好好 像我确实这个毛病比较重 我每次到一些学校的时候 有些学校的气氛很好 非常专注 这个时候 好像我自己懂得所有的知识 拿出来给他们分享 我看每个人的这种表情 特别有这种感觉 哦 可能我讲得很好 我一定要好好地给他们讲 然后有一些学校和有些场合就特别 没有一点气氛 而且每个人的态度也是特别不高兴的 看着就看一看时间 然后哈 哈 还有一些睡着 我印象很深的 我去了一个学校 基本上前面有两三个老师听着的 其他学校的人全部 因为他们要求不准出去 但是大家刚好吃了中午饭 可能天气也热 全部都睡着了 最后我就用各种语言来攻击他们 听课的时候睡的人 如何遗迟啊 他们也听不懂 他们做梦了 所以在这种现象 我实在是最后说 我从来没有去过 这样的场合 我们还是少讲一点吧 有什么体温你们问问吧 心里很不舒服 讲不下去了 但是如果是佛陀 他不会这样的 也不会听法者和不听法者 不会有爱和愤怒 是一种平等的态度 这个叫做三种正念 然后第十七个五罗法 不忘施发心 不忘施发心实际上我们对这个 比如说他离生的事业 从来也没有放弃的 没有过失的 没有离生的事业 也从来不会有未失的时候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吧 即使大海离开波浪 佛陀和他们利益众生的心 就是不会失去的 就这个叫做不忘施发心 这个是一个 还要用害住睡眠 永远还指的是毁坏 断除的意思 永远断除所有的睡眠 随便指的是一种三门的习气 这个三门的习气 包括烦恼和所知障的 这些细微的种子 习气 这些都是佛陀永远都已经断除了 不会有再恢复的 他整个三门当中的习气 语言和身体 没有这些习气 其实我们习气还是很严重的 一个人的习气 包括我们即生当中一个人的习气 以前这个人对世间的习气 特别重的时候 即使他到寂静的地方 还要穿着声音 我都经常看到 有个别人还是出家 这个很不容易的 出了家 但是出了家之后 很多习气 有些出家人确实也跟 比如说到了城市里面的时候 可能他也会想 自己是穿着袈裟的人 不应该在 麦彭仁波切在《十论金刚》的诸书里面说 其实出家人 带着出家的衣服非常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末法时代的时候 很多人对如来的教法不重视 当时有个别的出家人 当国王的过士 当一些有身份的人的上师的时候 他就直接说明了 原来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 有这样的人所整理的 很多人都因为出家的身份 外向的原因 很多人皈依 对佛教有尊重性 所以在《十论金刚》诸书当中 讲了很多的 所以出家的一种威仪的话 威仪很好 很多人生信心 但威仪不好的话 就很难生信心 不但是不生信心 反而生邪见 当然有些世间人 他对什么样的生邪见 他本身也是自己的习气比较重 可能看出家人都看不惯 什么样的出家人 再庄严的话 他可能看不惯 佛陀时候也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的意思是 我们有些出家人和有些居士 我们有些佛教居士当中 我今天还是要讲一讲佛教居士 不然他们就一直 这些出家人很不好 我们居士很不足 其实我们佛教徒的居士当中也是 有些学了佛以后还是很差劲的 嫉妒心也强 是非也多 自己也懒惰 该帮助的家人和身边的人也不去帮助 特别人格很差 这些也是有一种习气的 但佛陀不会有这些方面的习气 还有一个大悲 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修了无量劫的大悲心 所以有这样的悲悲心 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这是为佛不共法 有所有十八种 即一切相知 说明为法生 二十个无罗法 实际上我们经常是 唯一的佛陀有的 跟其他的声闻缘觉菩萨都没有的 有不共法 就是不共法 好像在其他信心修习和这些当中也讲吧 佛陀的十八不共法 十八不共法是那些 如来无有无事 如来他不是我们直接说的 他所有的声与语确实也是没有错误的观念 这不是佛教徒说的 今天都是来一些社会上的名人 我跟他们讲了一下他们说 为什么佛教现在好像很多人信 他说 难道适合科学吗 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原来的社会 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小长 我跟他也是有对话过 我当时说 你为什么作为一个十年当中 当科技大学的小长 你最后说出 科学家千辛万苦 爬到山顶上的时候 佛教道士早已等待在山顶上 等候已久了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十年的科学研究 觉得是前行万苦 还到不到佛陀的境界 你作为一个老小长 你为什么说出这样 你敢说吗 你大概是冲动 还是以什么样的心态说的 他也讲了一些他所学的佛教的一些知识当中 确实佛教是很伟大的 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一样 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 如果真的跟科学并受前进的话 唯一的佛教 他也通过很长时间的一些 他虽然学的不是很可能中观 英明 包括一些大经大论 并没有 但是他部分的有些 以前跟南淮经老师 跟他学过一些 通过这种知识 感觉到确实佛教 好像两千五百多年前 所发现的这些真理 我们科学家在几百年来 他们辛辛苦苦地通过各种仪器来转研 最后发现的围观世界和宏观世界 原来早就在佛经论典当中 已经说明得清清楚楚 所以最后他好像 关于无理学还是两子理学的文章当中说出这个 其实这也是他自己认为 并不是很有成就 很有学识 但是他可以说是代表一个科学家的 一种语言吧 我们佛教说 如来从来不会有失误 他是真实语者 金刚语者 认为是我们佛教徒自己在说 但是科学家如今 通过这种声音来赞叹的时候 其他人也值得善 值得反思 为什么科学家也在赞叹 还有佛陀没有粗暴的语言 没有往事 我们一会儿忘了 就不行 忘了 就没有这样的 佛陀没有不提心的 始终对任何事情都是专注的 我们一会儿转心 一会儿不转心的 还有佛陀没有种种想 没有一会儿想这个 一会儿想那个 很多想象都是错误的 本来有些人的分别念特别重 一直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他反而想这个 反而想那个 最后自己也痛苦 别人也痛苦 就是佛陀没有种种想 无不舍舍 没有一个通过智慧来观察的吧 这是什么解释的 那么这些用行为所舍的 六种不共法 还有知语无腿和真情无腿 我们经常讲的追求 还有勤奋 正念 智慧 等持 解脱 这些都是无有退转 这个是正无所舍的六种法 这个比较好懂 一切生业 还有一切愚业 一切心的业 生与业的三种业 他有智慧的前刀 最后也是智慧舍质的 我们不像我们一样 可能生与业的 有些是根本没有智慧的前刀 也没有智慧的最后的耕踪和舍质 全是一种分别念 甚至经常 不管是做事情也好 想也好 说也好 很多的 但佛陀的一切生与业的业 都是有非常精确的智慧的前刀和智慧后来的耕踪 就是随智慧而转的 这是以智慧所舍的三种无落法 然后还有过去的这些任何东西 无助无碍的智慧 过去的任何事情 没有助碍的智慧来抉择 未来的一些事也是无助无碍者 也没有助碍的智慧来抉择的 对现在一切的事 也是有无助无碍的智慧来抉择 这叫做三世所舍的三种不共法 那么佛陀有十八不共法 不知道我今天解释的 对不对 你们最好我自己也没有很多内功 我没有来得及参考 还有什么就想 今天一方面比较忙 我本来想好好看一下 结果我就跑来跑去 今天可能我们有些发心人员知道 我就跑了很多地方 今天我讲的自己都没有信心 但是应该答的问题没有吧 方便的话 你们今天有些内容 可能要再参考一下其他书 但这些都比较简单 所有的一些 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当中都有 但我们佛教徒还是要知道 二十一种无漏法 所谓的法僧都不知道 有些说法僧是什么 法僧就是三生当中的第一个法僧 法僧就是法僧 法僧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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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佛法的身体 应该我们佛教徒这些专用的名词和 他的真正的含义一定要知道 最后一个 二十一种无漏法里面的 最后一个叫做一七种子 一切种子在一刹那间当中 能照见一切诸法的本性 叫做如所有之 现象 照见一切现象 叫净所有之 这两种智慧究竟圆满 这些上面讲的二十一种无漏法 就是总共有一百四十四 或者一百四十六吧 你们倒是算一下 数学应该可以是吧 这就是什么呢 叫做法僧 其实这些法僧的智慧都是 一个智慧的繁体来分的 不是真正有二十一种 比如说佛陀的智慧 他照见一切万法的本性 叫做如所有之 照见一切万法的现象 净所有之 照见过去未来 他就善知所思 每个都是用一个智慧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智慧神也好 本性神也好 它是一种智慧 但是这种智慧 具足这些不同的 特殊的功德 所以每一个不同功德的繁体或者这个层面来 进行安立二十一种法 而并不是这二十一种法都是本体不同的 二十一种集聚在一起 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些论典当中希望大家应该很认真的 没有了 是吧 可以啊 法也讲完了 甘露也喝完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小时 它们 封锁毒体品 封锁毒体货 terrible 若运来 峰来 若运来 红填 斯老兴 Ama a huva bandara Advanas so da Ama a huva bandara Advanas so da Ama a rasa nadhi Om Marabazanadhi Om Marabazanadhi Om Marabazanadhi